以前我用过的iPhone都还要更伤眼 使用新款手机后反应看久 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 怀疑是All-Lane萤幕PWM调光频率改变导致 实际询问使用20天以上的民众 却没有这样的感受 滑久了都会有一点酸 就应该不是因为新手机的关系 一个月使用上市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劈类 日光灯闪烁频率大约在120Hz 超过这个数值 人通常不会感觉到闪烁 医师表示看手机会出现不适 问题出在眼睛 你在聚焦的时候有好几个动作 一个是眼睛聚焦 第二个是瞳孔缩小 第三个是水晶体要放变宽 可是当你协调不来的时候 就会出现症状 或者说你两个眼睛 本来眼味就不是那么正的人 其实在看这种近距离的 会造成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这时借由休息可以获得改善 医师也建议要降低近距离阅读的时间 调整适当的光源 也能够减少眼睛的不适感 大爱新闻台北报道 芳香气